這個法理的救贖跟聖地的拯救 是在1996年 這個華語特會的時候 那因為我那時候在現場 參加那個華語特會 所以感覺特別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一般我們基督徒 就是一般的基督徒都比較 比較focus在這個法理的救贖裡面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佛禮聚會 我們的感覺啊 都圍繞著在主所做的這部分 那特別是主死的這部分 講說主為我們死了 為我們捨了他的生命 救贖了我們 我們都停留在這部分而已 但是呢 我們必須要 這個感覺要叫我們更往前 主做這件事情不止於這裡而已 這只是為我們打下一個根基 若是這個只做到這裡而已 那我們就是覺得說主很可憐 我們的聚會是focus在主啊 你怎麼那麼可憐 我那麼壞你會死 不是 主還有一個更高的目的 是要帶來生機的拯救 這個生機的拯救 就是後面所提的 從重生開始 經過牧養 這個更新 變化 建造 磨成還有融化 就是啊 使這個生命 進到我們裡面 也成為我們的構成 主的生命呢 要得主擴大 以前只有一位耶穌 但是呢 這生命進到我們裡面 成為生機的拯救以後 我們成為一個團體的耶穌 成為他擴大的彰線 所以這是他的目的 那這就是法理的救助 跟生機的拯救 這個不同的地方 那也有弟兄姊妹 因為啊 弟弟兄交通 交通更往前的交通到 生機的拯救 有的弟兄姊妹說 這個法理的救助 他就會輕看 這也不行 這是兩部分 不是因為我們 看中這個生機的拯救 就輕看法理的救助 我們還是需要有法理的救助 他說啊 當啊我們與主的關係不正確的時候 那我們就還要需要回到 法理的救助那裡 求主的這個保血洗淨我們 因為呢 任何的罪都會叫我們與主的生命 與主的這個關係 與主的交通中斷 這時候就需要 重新有主的血的洗淨 主來洗淨我們 使我們恢復與他的交通 然後再殆盡生機的救恩 所以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一直循環一直循環 我們生命就不斷的豐富 不斷的供應 那在法理救助那裡啊 剛剛弟兄姊妹問到說 裡面這個稱義啊 到底跟我們一般在 得救以前所說的說 有的人是急功好義啊 有的人是這個義民啊 像客家人說你是義民啊 做了很多善事 這個稱義跟那個稱義有什麼不一樣 感謝主這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得救以前 所有的關於義的這個說法 都是說一個人做了什麼好事 他達到了哪一個成就 所以我們肯定他 這叫做在意上 給他的一個表揚 但是在聖經裡面 所提到這個稱義啊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們做的 所有的事情都是誰做的 都是基督做的 我們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相信基督做的 當我們相信基督做的以後 神就不看我們這個人了 他就只看基督了 因為基督是義的 所以神因為基督就稱義我們 感謝主 這就是兩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感謝主 阿們